在去年台北县政府收到美亚市集团所捐赠的7000多件黑胶唱片 56组音乐相关设备 经过台北县政府用心的整理分类之后 目前正式在台北县政府的六楼大礼堂展出 一走进县府六楼大礼堂耳边便传来令人怀念的老哥 这数量多达7000多件的黑胶唱片 全是由美亚市集团许臣董事长夫人所捐赠 堪称国内收藏最完整的音乐文物 当时给我们整个捐给我们台北县的黑胶唱片 大概有7000多张 这个过程到我们收下来之后 其实是收到的是一份无私的大哀 因为家属希望黑胶唱片不会被堆址 希望未来还是能够被看见 看见许臣董事长他用了他一身毕生的心血 毕生的热情把黑胶唱片给留下来 展出了黑胶唱片从70年代到90年代 其中包括有永远的军中情人邓丽君 以及帽子歌后凤飞飞等人 都是当时红透半边天的歌手 这些黑胶唱片其实也代表了台湾流行音乐 包括闽南的包括国语的 甚至在早期也收集了一些西洋的唱片 那这些的唱片我们经过一些部分 就是慢慢的整理做数位档 那我们真的非常期待大家能够来体验 来看一下走过一段怀旧的时光 这次展览的日期到11月22号 每周六日还有免费的导览 欢迎民众多多利用 天安丁新闻省政令委会 北线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